美联储多次加息导致信用卡利率攀升 平均年利率已高于22% 这让民众难以偿还信用卡债务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 目前约有5.78亿美国人持有信用卡账户 总共背负超过1万亿美元的信用卡债务 据美国金融网站Nerd Wallet的分析 美国家庭持有信用卡余额的比例约为47% 超过了抵押贷款40%和汽车贷款41%的比例 Nerd Wallet数据分析师伊丽莎白伦特表示 民众信用卡债务增加的部分原因是通胀 他解释说 如果你用信用卡买的东西和两年前一样 那就会导致更多的债务 因为价格更高了 一些家庭可能会用更多的信用卡来应对更高的价格 或其他家庭财务压力 加州州长纽森在刚刚过去的周末签署了数项法案 旨在加强该州对LGBTQ加群体的保护 新法案包括侧重于支持LGBTQ加群体年轻人的法案 一项法案规定了公立学校教师和工作人员所需文化能力培训的时间表 而另一项法案成立了咨询工作组以确定LGBTQ加群体学生的需求 并帮助推进支持性举措 还有一项法案要求寄养家庭能够证明他们可以并愿意满足寄养儿童的需求 无论他们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如何 此外 纽森还签署法案要求拥有一年级至十二年级的学校 在2026年前至少为学生们提供一间性别中立卫生间 此前 南加州的一个学区要求学校在孩子使用官方认定性别以外的卫生间时 告诉其家长 在遭到起诉后 一名法官叫停了这项政策 目前诉讼仍在进行中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计划于9月28日正式决定第二批次辅导核污染水的排放日期 排放量与第一批次大致相同 仍为7800吨左右 按计划 2023年内 日本总共将分四次排出3.12万吨核污染水 有数据显示 在正式排污开始前 核污染水已存到了130万吨 要把核污染水全部排完 整个排污过程至少需要30年 针对福岛和污染水排放 日本国内外反对与质疑的声浪仍在持续 9月25日 泰国总理赛塔携多卫内阁部长前往苏万纳普国际机场 迎接免签政策实施首日的第一批富泰中国游客 该批中国游客乘坐泰国亚洲航空航班从上海起飞 于当地时间时时时分飞抵曼谷 除了苏万纳普国际机场 泰国国家旅游局还在曼谷郎曼机场 清迈机场和普及机场举行欢迎仪式 当地主要官员和旅游机构代表前往迎接享受免签政策的中国游客 这项泰国政府面向中国游客实施的阶段性免签政策计划实施期间 为今年9月25日到明年2月 游客持护照和旅行证入境泰国 无需申请签证 可在泰停留不超过30天 泰国政府预估 这5个月内将会有中国游客288万人次 略高于今年迄今的234万人次